关心财经的议题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财经报理之 首先美国的商务部宣布 同意让七家美国企业 进口来自中国等等 五个国家的钢铁产品 而且享有关税豁免权 南海汽车巨破 现代汽车宣布将联手的是Audi 共同来研发燃料电池车 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 下半年有条件维持好的增长态势 而且对中国经济全面达成 6.5%的成长充满信心 最后是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指出 美国的经济表现相当好 不只成长率明显高于预期 而且就业市场也特别强劲